来自印尼的台商跟侨民共118人 8号晚间11点多抵达桃源机场 开斋结后当地Delta病毒肆虐 历经波折终于抵台 但对检疫人员来说可是一大考验 不但防护衣包紧紧口罩还戴了两层 旅客一下飞机先到A1 后机室量体温完成申报 再分5T次前往通关入境 最后搭防疫车辆前往集中检疫所 层层把关滴水不漏 因为美国研究Delta传播力更强 得病后传染期增长到18天 若14天隔离期满 等于还有4天空窗期 对民众造成染疫威胁 发病前三天 那基本上一直延长 可能18天更久确诊的病人 所以被验到阴性 往往有时候到一两个月 这么长都会有 但外福部官网上明确指出 新冠病毒潜伏期最长14天 仍有极少个案超过14天 但先前专家会议讨论 隔离期间有三次检验 极高几率能够找到感染者 决议不延长 检疫隔离时间 印度变种病毒株 大家一定要高规格去对待 但台湾2300万人中 仅50万人打满两剂疫苗 来自疫区的民众 隔离措施是否要更加严格 这10天中我们筛查3次 根本没有办法挡住Delta病毒 应该每天给病人做筛查 Delta在国际大流行 偏偏台湾没有疫苗可以对抗 边境管制是目前防堵 唯一武器否则一旦Delta进入台湾 后果不堪设想 记着 综合报的